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教导他的支持者怎么排长 但是我想讲 当我们的每一位主讲人上台的时候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支持者呢 都是自愿派长给与行动党支持的 谢谢你们 蔡西利 他可能很妒忌行动党 他妒忌行动党 掌声多 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行动党在这五十多年来 我们的领袖不断的在为这个人民斗争 有的领袖不单只是被这个刁难 有的甚至是牺牲他们的自由 甚至更有的 因为加入行动党 因为认同行动党的斗争 甚至像赵明镜那样牺牲掉这个生命 这个呢 是马华公卫永远永远都办不到的 各位 如果今天在东甲 今天在楼柏州 马华公卫告诉你说 我们马华还是在楼柏州 还是我们最强的堡垒 你就回去告诉蔡西利 也回去告诉楼柏州的马华 请你们不要这么嚣张 大家看一看新加坡 新加坡选举的时候呢 小弟呢 有特意到新加坡去关博 小弟就去了这个新加坡反对党 工人党的这个演讲的这个现场 如果在以前 我们告诉大家 新加坡的反对党很强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甚至在之前 新加坡的执政党 他在提名过后呢 不必选举了 就能够直接马上宣布呢 这个他们呢 就马上能够当这个执政党 但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总理李显桶啊 他能够站出来 向新加坡的人民道歉 他向新加坡的人民道歉呢 是因为第一 通货膨胀 人民的这个生活压力太高 第二个 新加坡的这个MRT的那个车厢太窄 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再送罪过的人 这个是新加坡 奥琴的震水 李显龙出来道歉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 我们在今年年头过年的时候 楼火州 马六甲 还有是美兰州大水灾的时候 当我们的国政政府旧灾无人的时候 国政政府 我们的首相纳吉 武利利 甚至我们的州务大臣 有没有向人民道歉啊 没有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国政政府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分别 如果在新加坡 我们讲新加坡做的很好 但是新加坡的总理能够道歉 为什么首相纳吉不能 他不能够道歉 他怎么做 他就说 哦 他就拿一个 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来讲 好 最近 我们看到百物涨价 我们的电邮 然后 软九十七 现在的价格呢 应该是去到两块八 我想告诉大家 软九十七的这个汽油呢 如果是在文来 现在的价钱是一块三毛马币 一块三毛马币 小弟呢 在沙拉越周选的时候 小弟是负责在这个沙拉越的美里 好 在这个美里为美里的候选人站台 那个时候 美里距离文来呢 只是区区的半个小时 但是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的软九十七呢 价格可以从一块三毛 ok 对方是一块三毛 我们是两块七毛 为什么 为什么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石油的出产国 我们马来西亚的公民呢 必须要去打这个柜油 这个是没有理由的